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看到了 這是 羽來菇 牡蠣蒸蛋 有香菜 不喜歡香菜不要加沒關係喔 這是來自外山頂州嘉義東石的 大顆的牡蠣 蚵仔 它真的很好吃耶 我每一年就吃這個季節而已 其他時候我也沒什麼機會吃蚵仔了 大顆的牡蠣 好了 不多說來看一下我的晚餐都怎麼吃 其實時間不用很長 但是都可以吃得很營養 剛才看到我倒的這個你可以用高湯或者是用水也可以 那我這個是我前一天我用米麵條 來煮蚵仔 蚵仔麵線 蚵仔麵的那個 留下來的湯頭 然後現在合作社有新上架的油蔥醬 大家記得都去帶一罐回家 要煮任何料理都可以加 其實都蠻方便的 我剛才倒了湯 然後還有紅蘿蔔 就是我攪碎的 那個是我做蚵仔麵丸子所攪碎的紅蘿蔔 一起把它放進來 然後再把牡蠣 我這一次放的就放半盒 回家如果你牡蠣拆開來之後 你另外那一半一定連帶你牡蠣裡面的水 那一盒裡面的水 然後放在保鮮盒裡面 這是魚萊菇 所以大家有注意到我的步驟 我先放湯頭 然後放紅蘿蔔 然後再放牡蠣 然後魚萊菇最後下 然後稍微把它攪拌一下 它已經開始在煮了 然後我打了兩顆蛋 再把蛋倒下去 一鍋煮就很方便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分開 更香 因為我看韋爐他是這樣做 不過因為我在做菜都比較懶一點 我比較喜歡一鍋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所以我就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大家都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嘗試 油蔥醬真的蠻好用的 油蔥醬的紅蔥頭 是來自看天鐵郭大哥的 今年的紅蔥頭盛產 有一些根莖類也是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 因為盛產的農作所做的加工品 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我再加香菜下去 不要香菜你要加九層塔也可以喔 或者你要加白菜啊 加比較容易熟的蔬菜都沒關係 可是因為我蠻喜歡吃香菜的 辛香料的香料啊 香草啊 或者是蔬菜 其實我個人都還蠻喜歡的 然後就讓它去滾 不小心它就變蒸蛋了這樣 其實我本來要做的也不是這樣子 可是做一做之後呢 我們料理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這樣 你可能原先設想的不是這樣 但是你做完的時候又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但是其實都很不錯 對 我們都接受自己創造出來的料理 這道很簡單教給大家 孩子們在家媽媽這樣做就很方便很愉快 然後又吃得很營養 好了 我是曼妮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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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